是有心理建設,如果再丟的話,如果他丟變化球就算了 因為那時候戰況當然是要上壘,是為主要的目標 可是如果他又丟直球,當然就是要做一些回應 畢竟從上週丟到這個手就縫一陣,再加上這禮拜又兩早,總共五次 因為以往我不是一個可以丟出身球會做很大回應的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比賽的一部分 而且大家互相都認識,所以我不會放在心上 你付出的時候,他們對你投的競爭球比率非常高 那你覺得說對你的攻擊策略方面,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 會不會有影響,或是你自己有什麼想法之類的 我自己有清楚說他們會一直丟競爭球這樣子 但也不會因為這樣就去改變自己的攻擊策略 那就是以他們丟什麼球來想辦法去破階這樣子 對阿 你覺得那個第三次競爭球還是有小一票嗎 沒有耶,因為那時候是專注在球場上 因為那時候是比較想說要想辦法上壘 然後因為延長賽這樣 你覺得當下有點那種抑制不住的感覺 那種情緒上有一點量的感覺 因為其實昨天是一個好比賽,這兩場其實都是 所以大家都想贏球,特別是這個月進入很關鍵的一個月嘛 所以其實四隊的戰績都要非常的緊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是不想要錯過每一場可以贏球的機會 所以大家的鬥志都其實都很高 但是我覺得當下情緒難免會有 那冷靜過後自己就比較平息了 所以也不會再去想 那今天是新的一天 然後投手又是一個大野萌投手 然後一樣就是把自己該做的 該設定的位置去轉做一做好 然後就是把握今天可以贏他們的機會這樣子 學弟有傳奇遇給你 就是這不是重點 當然就是回歸到本職 就是還是廠商遇到還是不能有一些經驗 因為戰場上就是要去對決的東西 所以還是老化 因為很難說說像每一年都會遇到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如果當下你沒有很想要跟他一決勝負的心態的話 那你的還沒打之前你就先輸了 所以我都是帶著這種心情 踏上地去這樣子 你這件事情在球場 在球場上的調整度很高 那自己有沒有受到一些比較惡意的攻擊 或者是造成一些困擾的可能 我自己不會看那些 然後我也沒有在用什麼社群網的網路的東西 但就希望說球迷難免都會 會跟著球賽的情緒走 那不管怎麼樣 我相信大家都是為了想要贏球 而不是想要刻意做些什麼事情 本意都是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平信 今天過了一天 我們就好好再回歸到棒球的本職 就是好好觀賞球賽 然後我們也想要讓球迷知道說 我們真的很想讓球迷上去 才會有各種情緒帶進去球場上